一開始我也覺得 其實不用幫我做那麼多 我自己都可以 我也可以去樹林找他 然後再去台北約會 但是他會覺得說 沒關係 我來 我陪你 這樣你比較安全 後來我就習慣了 再來 公主我最大 遺址氣死 使喚別人 好嗎 會嗎 會 他 因為剛在一起的時候不會這樣 到後面他就會開始使喚我 就會跟我說 我快要沒有襪子可以穿了 我衣服也沒有可以穿的重 然後就會一直叫我去洗 開始使喚我 然後就說那邊很髒 你要不要去弄 廁所很髒 很臭 要不要去洗一洗 然後連在學校 因為我們剛好參加戲學會 然後明明叫我公讀生 已經在那邊掃地了 我要辦活動已經很忙了 東忙西忙 他就說你叫課程去掃就好了 然後叫他們去休息 叫我去掃 但他所謂的使喚別人 只會使喚我而已 其他人不會 這個尊榮只有給你耶 你才有這個資格 我接受 那愛麗絲在你沒有認識課程之前 你是幾歲認識他的 17 17 18歲 17 18之前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我可以自理的 其實我是 我是可以自理的 想到這個我們沒有 好像不太沒有說服力 OK好 你是可以自理的 我是可以自理的 那你為什麼一直在使喚課程 因為我講到這個我就覺得我很委屈 剛開始他在追我的時候 他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 就是可能幫我切水果啊 或是幫我做什麼事情接送之類的 一開始我也覺得 其實不用幫我做那麼多 我自己都可以 我也可以去樹林找他 然後再去台北約會 但是他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來我陪你這樣你比較安全 後來我就習慣了 然後就變成說 反正地板髒了 他等一下會來掃 我也不用掃 他自己會自動掃 我就不必做那麼多 那問一下課程 你們自己原生家庭 你媽媽的地板 什麼都是你掃的嗎 不是媽媽掃的 那衣服呢 衣服也是媽媽洗 你會幫媽媽切水果嗎 這個會 這個會 OK好 媽媽怕不怕蟑螂 媽媽好像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OK好 地球繞著我轉 以自我為中心 有嗎 對啊 他就是完全以自己為中心 吃什麼都要跟著他一起吃 他們連家人吃飯都這樣 是嗎 家人可能今天訂好餐廳了 然後他一去發現 沒有他喜歡的菜色 他就不吃 吃完之後沒關係 我們再去吃另外一家 爸爸媽媽媽也會這樣跟他說 就是以自己為中心那種 什麼事都是以自己為出發點 你是讀書女嗎 沒有我還有一個弟弟 那弟弟都沒有意見嗎 弟弟也是這樣 所以他們一個晚上要吃三家 就是先陪姐姐吃完再去吃弟弟的 弟弟吃完再回去吃爸爸媽媽的 就可能第一家餐廳 沒有我們愛吃的 那我們可能就吃的比較少 然後爸媽可能會因為我們 肚子餓心啃我們 餓肚子 就帶我們去吃另外一家餐廳 那你們如果吵架他會道歉嗎 絕對不會 我們在一起五年之後道歉過一次 那一次他可能覺得他自己錯 或者是我生氣了 那所以他只道歉過一次 那你有常常在道歉嗎 幾乎 但是後來就不打算吵架了 因為有道歉就是一定會有吵架 有誤會才要道歉嘛 但後來發現好像也不用跟他吵架 因為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 所以都讓著他這樣 沒有道歉 問世間情勢何物 依物可依物 我想要補充一下 我覺得公主病的人 他基本上是有一個磁場 他有一個氣場 就是他其實不一定是在愛情裡面才發生 因為我剛剛這樣聽完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我有遇過我有員工 他非常的公主 就我是他老闆 他很公主 然後我居然常常會很害怕去 跟他講他的缺點 但是當他因為我們做 我做了什麼事情或是 然後他感覺到微笑 然後他對我有支持的時候 我會內心覺得開心 我是老闆 我懂我懂我懂那個意思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說 就是一物客一物的那種 對 然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後來發現說 因為這種人他平常表現出來 他很peaky 他很挑剔 所以然後我們又是一種追求成就感的人 所以變成說 如果這麼挑剔的人 他都笑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世界花都開了 好像我也被贊同的感覺 是是是是 OK 所以科成的這個內在 是怎麼樣被滿足了 所以撐了五年 會去養公主的人 把自己的女友養成公主 或者會去當公主的護花使者的人 有幾種特色 第一種就是說 其實你自己內在跟那個公主 是有呼應的 比方我剛剛講公主很自戀 她覺得我很特別 然後我很纖細 對不對 別人覺得是這樣的蟑螂 可是對我而言是這麼大 因為我的世界是如此的純淨 一滴滴的髒汙都是讓人無法接受的大 其實有些男生他自己內心也有相應的自戀的成分 他覺得說這種女的我怎麼能不去伺候她 因為全世界只有我搞的定 這也是她自己的一種成就感 所以我會說 這就好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豌豆公主的 那個藻公主的 我們都會覺得小時候讀那個故事 覺得那個王子很變態 你為什麼要挑一個這麼難搞的女人當你的老婆 你會幸福嗎 可是後來長大之後你才明白 原來那個王子他自己覺得只有這樣子 那種纖細的神經才可以確保他受過最好的教養 最大的保護他的身分血統才是真正的珍貴 而他想要去匹配一個真正珍貴的東西 代表什麼 代表他覺得自己應該是皇室的 所以第一種是透過這個可以滿足自己王子的夢想 跟英雄式的感覺 另外還有狗熊式的養公主者 英雄會養公主 狗熊也會養公主 狗熊養公主通常是藉由這種 無盡的低聲下氣的付出跟滿足 來換取跟公主在一起的機會 就是馬子狗嘛 可以說 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寵妻無極限對不對 然後人生火葬場 也就是說在他們內心其實是覺得 如果不是這樣的付出 他應該是配不上那個女孩子的 所以很多的時候這種人是會自己 特別的自願的去做很多事情 把自己的成果做大 讓對方幾乎講不出要離開他 OK 所以只要愛麗絲對你 你對他做任何事情 只要他對你表示肯定跟笑 那一刻你很滿足對不對 對 你帶愛麗絲出去說這是我女朋友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還蠻有光彩的 漂亮啊可愛啊 你問這句話的時候 愛麗絲自己 愛麗絲一直點頭 你知道他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公主一定要 帶得出去 不是公主一定要有 稱為公主的責任感 例如說樣子要好啊 然後看起來要 就是要能說服人家說我值得 對這就是把自己的形象維護好 其實大家看不出來公主 其實也很努力的 在扮演公主這個角色 這一定要替公主講一下 是 所以其實玉姐愛 這也是陰謀對不對 對 他把他養廢掉了 很多男生他是這樣 就是他是故意讓這個女生 他什麼都不會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因為你就必須要仰賴我 提供你所有的服務 所有的資源 可是其實你會後來發現很多公主病的 他到後來 他被豢養很多年之後 一下被拋棄的時候 這些公主其實是非常怨對 他們通常都會講同樣的一句台詞 就是那你為什麼 不早點告訴我 你什麼都沒有教過我 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很痛苦 你從來都沒有告訴我你的底線 然後你突然一下把我放棄 我覺得這句話應該是對老爸說的 不是對男朋友說的 對啊 老爸就從前世的情人 從到最後他好沒能力 然後爸爸說你應該要獨立對不對 對 那我想問愛麗絲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不是每一段感情都有未來 那如果離開柯成這樣子的人 之後你還會是這樣子的公主的樣子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辦法離開他 因為他已經幫我養成一個公主了 已經讓我沒有自理能力了 然後我沒有 其實我自己沒有信心可以 再找到第二個像他一樣 把我從成公主的人 除了我爸以外 所以你沒有辦法想像 第二個會有 人生有第二個像柯成那樣對待你的人 沒有辦法想像 對 OK 那請你珍惜吧 請你繼續 請你 請你繼續 請你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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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